1948年10月14号上午11点 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了总攻 美联社记者形容那场战斗说 那是锦州之战子弹密集的在空中相撞 但是他也许不知道 此时的塔山是比锦州更为激烈的战场 为了解锦州之围侯敬如率领的国民党东晋兵团 与吴克华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 在塔山展开了计战 战斗已经持续了整整五天 国民党部队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10月15号锦州和塔山已经失去了联系 侯敬如知道范汉杰一定是凶多吉少 他决定动用自己手中的最后的两张王牌 奋力一搏 上尾 上尾 一时国民党东进兵团的指挥部 原来的房子已经不复存在 这栋小楼是按照原貌重建的 1948年10月14日晚 东进兵团的高级指挥官们 就是在这里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的内容和以往几天差不多 就是研究失败原因和第二天的新战术 会上发言最多的 恐怕要数第八师副师长师友人了 这位因奉命夜间出击而损兵折将的师长 发言时情绪激动 矛头直指都军罗奇 他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 我当时情绪十分激愤 在发言中要求对做出夜间攻击决策的人 有失职守应语撤差 我们军长薛汉谦多次拉我衣服 事宜停止 我才勉强结束发言 其实有意见的不仅是师友人 国民党少将惠德安就曾在他的回忆录中 批评过海军总司令惠永青的指挥 作为擎服运输指挥部的指挥官 惠德安在塔山和葫芦岛一带工作过两年 对沁海的水文情况很是了解 在他看来 塔山战役的后几天里 重庆号应该禁岸选定毛位 以便协助岸上的陆军攻击 但海军战舰却是出攻不出力 以重庆号吃水深度扩大为由而远离战场 惠德安认为这个理由实在是无稽之谈 顾永青他是皇谷一席陆军出身 被海军同仁们绩效为汉牙子 没有海军经历 对塔山阵地周边的海水的深度 海域深度 包括这些碎时情况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而当时重庆号上这些官兵们 本身他们很多都是抗战胜利前后 被拍到英国去学习海军 为了振兴海军而参加国民党部队 他们本身不愿意打内战 尤其不愿意骨肉相馋 所以他们到了葫芦岛港之后 就联合起来欺骗海军总司令 说塔山附近海域吃水量浅 吃水量浅 如果重庆号这么大一艘5000多吨排水量 大型军舰到那个地方容易搁浅 与国军的紧张气氛相比 四重阵地上则是一片繁忙而活跃的景象 每天晚上休战之后 恒功团就开始演出 庆功晚会甚至搬到了战壕里 当天的战斗模范都会被写进文艺节目 在阵地上传唱 并由冲队首长给立大功的人挂大红花 颁发奖章 为了瓦解国民党部队的士气 文艺兵们还不忘向国军宣传 他们在阵前向国军进攻部队喊话 在国军阵亡士兵的遗体旁 插上写满标语和口号的木牌 趁着黑夜深入阵地前沿 把重伤伤员包扎后送回国军阵地 漆黑的夜晚也是四重官兵抢运阵亡将士遗体的时候 三十六团宣传队二组组长周电信就负责这项工作 由于双方官兵的遗体混在一起 他要通过军装的颜色 免依左胸处的胸镖和帽子来分辨阵亡的战友 每天晚上周电信都要趁着夜色在战场上爬行搜索 找到遗体后就放在自己身上开始往回爬 塔山之战的六天里 他不知爬了多少个来回 共背回了267具战友的遗体 十夜 休战后的塔山阵地显得格外宁静 经过五天击战的官兵们都在战壕里就地休息 谁也没有注意 一支鹤枪实弹的部队正在悄悄靠近 塔山阻击战最后一天的战斗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他硬打不行了 他才去夜幕 夜间枪不响 炮不响 运动 他这个工兵把我们金帝前面 这个铁丝网卡弹了 搞个突破口 也后呢 这个部队就下来了 这支趁着夜色偷袭塔山的就是国民党独立九十五师的部队 十五日凌晨 在夜色的掩护之下 他们剪断了四众阵地前的铁丝网 突破障碍物 一直深入到战壕边缘 刚好四众三十四团的炊事班到前线送饭 没想到与偷袭的国军顾气而喻 一看 一个尺导 冲突也过来了 崩一把子弹就打过来了 一看着国民党兵 国民党上来了 上来了 这就去捞枪 摸不到 偏黑 就摸了个大膝头 打过去了 国民党兵因为是要让我洗头弹的时候呢 就摸倒了 从这个时候喊了 国民党上来了 就开始打了 突袭失败 天线也渐渐亮起来 国民党部队以五个师的兵力 再次开始了大规模的全线攻击 阵地扩展至长家沟和白台山七号阵地一线 计划从中突破一点 东进锦州 15号一大清早 东进兵团的指挥部里 早已经忙得热火朝天 除了安排突袭 唐云山还忙着和锦州联络 他是范汉杰派到塔山前线的副司令官 按照惯例 他每天都要和锦州联络两次 但是这一次电话已经叫不通了 锦州凶多吉少 守将范汉杰也不知下落 这让在场的人顿时紧张起来 只会不外 塔山阵地上依旧是炮声隆隆一片混战 大家都在猜测 新一天的战果会是怎样呢 15号早晨 前线枪声又起 塔山战役第六天的战斗开始了 这一天 国民党东进兵团的进攻 几乎没有什么重点可言 按照前一晚军事会议商谈的结果 侯庆如决定 今天的战略改为全线进攻 与塔山之战第一天的全线 事战不同 这一次的全线进攻是在寻找突破口 侯庆如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找到四纵防线上的薄弱点 然后一举攻破 进军锦州 10月15日 国民党部队的全线进攻 仍然以独立95师为主力 战斗中 95师的一个营在团长阵亡之后攻击受挫 停止在银马河下 敬佩不得 都游死一个营 一个局力营 一射冲锋枪 机关枪 他退呢 又退不回去了 后面是杀火嘛是吧 香香不来 就炮火就压到那个地方去了 就说保盈川呢 副营长就喊了 说你们没有退路了 快去投降吧 国民党一个军官呢 照着开了枪了 他一看 打过来 他一所自然把那个国民党那个军官打死了 所以你们如果不投降 就踏了下墙 这个时候呢 大概都喊了 一起喊了 都游五十两个年 乖乖的投降了 从来没有丢过一支枪 也没有一个人投过降的 百姓的 都游五十两个年 局力连 在我们禁地 继续投降 二百多人的部队就这样缴械投降 这在号称没有踢过一挺机枪的 国民党独立九十五师的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据参战的四众官兵回忆 被俘虏的九十五师士兵 曾沉痛的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死人 也从来没有打过这样惨的败仗 此刻 对于四众的指挥官们来说 塔山前线的战斗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倒是锦州方面的消息 时刻牵动着他们的心 从远方不断传来的枪炮声表明 锦州还处在激战之中 这座不起眼的四合院位于锦州以北的猫牛屯 当年 这里就是林彪的指挥所 早在开战前十天 林彪和东总指挥机关一千余人 就已进驻猫牛屯 巧无声息的开始了大战前的准备 指挥所在正房五间 西屋是林彪卧室 东屋是作战指挥室 指挥所的院子里有一盘石墨 石墨四周挪着几个弹药箱 林彪最喜欢在这里研究作战方案 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环境下 1948年10月14日 林彪下达了总攻锦州的命令 15日早晨 锦州城阔 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 国民党锦州守军十万余人全部被歼灭 东北交友副司令范汉杰等 市以上高级军官39人被俘 至此锦州战役全部结束 全台怀活啊 这不得了啊 真是真艰苦啊 没睡觉啊 六天六夜睡不了觉啊 一点没睡也不对 就坐下就睡了 好困啊 那时候 唯一的希望就是干净七顿饱饭 睡得到一天觉 打完枪以后啊 七顿饱饭 睡得一天觉 连洗个澡的这个想法都没有 那是泄气啊 那是泄妄啊 根本不可能的啊 什么的 全心都是泥吧 它下雨 心里有水利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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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啊 都是血液啊 这些都是洗的 是吧 最大的希望就是两条 吃顿饱饭 好好吃顿 睡得一天觉 10月15日上午 国军方面也接到了锦州失守的消息 一个锦州守军副团长化妆之后突围出城 一直跑到葫芦岛附近的国民党军阵地 才被人发现 国军前线总指挥林伟筹亲自向他询问了锦州的情况 据他判断 增援锦州已是毫无意义了 而就在此刻 一艘国民党运兵船却忽然出现在葫芦岛港口守军的视线中 从烟台海运过来的国军增援部队到港了 这是在开战前就已经被纳入作战序列的烟台第39军 几天来他们一直奔波在路上 15日下午 部队才终于抵达葫芦岛外海 却赶上八九级的海风 银港船出不去 运兵船也不能靠岸 就这样在外海停泊了一昼夜 眼看船上携带的挤氧和淡水消耗殆尽 军长王伯勋只好用无线电报向老同学惠德安求援 事后 惠德安在回忆录中写道 王满腹牢骚地说 这样拉扯军队不要打仗就拖垮了 我决心这回完了以后不再干下去了 不然 后来王伯勋在贵州起义了 就在三十九军赶到的荡天夜里 冲进冯凡与锦州火车站的国民党首军也失去了联系 无线电中一片沉寂 唯有锦州城区的枪炮声依然明密 这一夜相比于锦州塔山显得出奇的平静 月色下望着这个宁静的小渔村莫文化新潮澎湃 塔山阻击站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他和司令员吴克华终于可以长输一口气了 在过去的六天里 吴克华的体重至少下降了十斤 从1948年10月10号到10月15号 塔山阻击站一共打了六天 最终以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终 直到锦州攻破 国民党的东京兵团也没能突破四重的塔山防线 将近是调兵北上增援锦州的计划也随时失败了 回顾塔山战一六天来的战斗 国民党部队的作战方式用江雪山的话来讲 就像上下班一样 这种极其规律的所谓正规战的战法 很容易让解放军抓住规律 攻其薄弱环节 另外东近兵团和西近兵团之间 也缺乏配合和相互的联络 这也是战斗失败的原因之一 原本按照蒋介石的部署 两个兵团应该是共同向锦州进军 以形成夹击之势 但是就在东近兵团苦战塔山的时候 西近兵团却在张武停止不前 这举动让兵团的司令廖耀香也背上了袖手旁观 支援不利的罪名 就连国民党国防部在事后也不得不承认 以共军之行动积极和主动 我军行动之消极和被动 本会战之胜败 于此即可分野 锦州失守 塔山苦战六天也未能攻克 这样的结果让蒋介石大为光火 他决定再赴塔山 对几员大将亲自问责 这个消息着实让东近兵团的将领们紧张了起来 16号上午 东近兵团的总司令侯敬如 都战官罗奇等高级军官早早的就来到了机场 迎候蒋介石的到来 突然解放军从锦西西北的方向 打来了两发山炮 炮弹落在了飞机场西北角附近 隆隆的巨响 顿时让在场的人都紧张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塔山上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 美龄号在三架战斗机的掩护之下 出现在了东边的天空里 蒋介石披着一件黄色的披风 头戴灰色的礼帽 一下飞机就满脸怒气 对前来迎接的人只是微微点头示意 一眼没发就坐进了轿车里 向五十四军的军部拾去 塔山激战六天 以国军的失败而告终 这在蒋介石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关于这场败战 国旗解释说 因为解放军的攻势非常坚固 铁丝网和陆战又多又密 战壕纵横幽深 所以几日来 虽集中力量越夜奋战 仍未能攻克 蒋介石越听越生气 叫人拿来地图查看 六十二军的参谋长 谢毅 赶盲地上早已准备好的地图 上面用红笔勾勾画画 标注的满都是解放军的攻势位置 谢毅后来回忆说 老头子越说越有气 就指着缺汉谦要枪毙他 我从来未见过他这样骂人 也很少见到他这样发怒 吓得大家立正不敢动 也不敢出声 那么蒋介石呢 前后两次来的心情呢 就截然不同 第二次来呢 就明显的这个 比较这个沮丧 比较沮丧 而且呢 这个蒋介石啊 第一次呢 他主要是这个 古军心正士气 第二次来啊 就彻底的劈头盖脸的这个 对这个手下的将领进行批评 他骂这个屈汉谦 你不是黄埔生 你是蝗虫 因为缺汉谦我们知道 他是黄埔四七生 是林彪的同期同学 蒋介石的爱将 蒋介石对自己爱将都这么 这个可以说当时大伐雷霆 会场里沉默了好久 罗奇才轻声说 请总统息怒 大家已出了力 官兵是用命的 此次作战 陆海空军得不到协同 战车又赶不到 部队已伤亡很重 事实上 罗奇的这番话 确实是肺腑之言 塔山之战 国民党部队的进攻 的确非常勇猛 东北野战军 一纵司令员李天佑 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进攻塔山之敌独立95师 其官兵的勇敢和不怕死的精神 即便在我军也是极为少见的 国民党不是不能打仗的 不是说是非常腐败 一打就那个的 不是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 没有国民党抗日 也是打不赢的 所以等到我们打内战的时候 互相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内战的时候 这个打的也是很惨 共产党 国民党那个时候 他的军事训练 他的军事装备 比我们强 比共产党强 攻不上去 就硬拿人往上 你一定要给我攻下来 或者你一定给我守住 打的一个人没有要守住 就是这样的作战方式 死了很多人 正是这样强劲的对手 让塔山阻地战 成为了解放军历史上 最为残酷的阵地防卫战 也让四宗司令员吴克华 将此战事为 自己军事生涯中 最为残酷的一战 但是 国军内部派系林立 地面指挥系统又复杂多变 蒋介石所期望的三军协同 不过是一种设想 事实上 独立95师 确实 郭沐南枝 参加塔山主击战 国民党部队 总共十一个师 主要隶属于四个军 互相彼此之间 都有保存实力的这种小伎俩 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什么 在14号 独立95师 就是赵子龙师 采取突袭的时候 已经突破了当时解放军的阵地 结果后来62军 林伟筹的部队派出了两个师进行跟进 后来发现林伟筹发现形势不好 马上就把他下面的一个师撤了回来 所以这一个师就是说为了保存实力撤了回来 导致独立95师挺进之后孤立无援 也没办法 最后又撤出了阵地 国民党之间这种派系斗争也是一个国民党军失败的一个原因 一个因素 除了陆军内部的纷争外 蒋介石所倚众的海军也是出攻不出力 指挥官对作战任务传达不明确 那些留学回国的船员们更是对这场战争充满了抵触 原来富英接舰参战海军 最后是没有参战那个反对日本的战 而去打中国人打中国人 那个他是最大的伏辟 失败就在这 所以为什么重庆舰起义也这么顺利 我们不能用外国的炮弹 中国军舰的舰炮来射杀我们自个通炮 我们的炮口上绝不能染上通炮的鲜血 这是当时不光是我一个人待会的想法 当舰上的炮口第一次响起的时候 孙国珍的心里无比难过 当年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不过二十来岁 他和战友们远舍重洋去英国学习 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祖国 建设一支强大的新海军 那首充满革命热情的黄浦军校校歌 曾经激励着他和无数热血青年投鼻从容 奴朝蓬派当起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足以需观彻 几率莫放松 预备做奋斗的先锋 大桥泄露 引到北亚婆民众 借坐手 向前行 路不远 我要尽 尽海尽乘 尽继续拥手 阿燕 不消其身 阿燕 不消其身 阿燕 不消其身 对于官兵们思想上的节 蒋介石并不了解 塔山的情况他也再无心过问 现在最让他牵挂的是锦州的消息 中午蒋介石没吃午饭便匆匆离去 专机在塔山上空盘旋两圈之后 向远方飞去 据随行人员回忆 专机途经锦州时 蒋介石透过悬窗向下张望 看到市区里一片狼藉 便知道范汉杰一定是完了 他随即闭上了眼睛 向后依靠 不再说一句话 此刻他想必不会知道 范汉杰的夫人正在从锦州去往塔山的路上 他将带来的是范汉杰被俘的消息 站在锦州城南 猫牛屯的东北野弹军指挥部里 范汉杰对林彪说 打锦州 这一招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了决心的 锦州好比一条扁单 一头挑着东北 一头挑着华北 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